阿里云发布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阿里云发布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让智能家居行业更加便利 而多肉植物行业也有望从中受益 多肉植物在家居装饰中越来越受欢迎 而阿里云的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可以为这个行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便利 首先 多肉植物需要定期浇水和施肥 这对于忙碌的城市人来说可能会很困难 但是 有了IoT技术 这些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阿里云的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可以监控多肉植物的生长环境 包括温度 湿度和土壤的湿度等参数 并将这些数据传输到云端 通过算法分析得出合适的浇水和施肥方案 从而保证多肉植物的健康生长 其次 多肉植物在家居装饰中 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美丽的外观 还因为它们可以净化空气 阿里云的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可以通过智能家居系统 控制多肉植物的灯光和水分 从而使它们更好地发挥净化空气的作用 最后 阿里云的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还可以帮助多肉植物行业实现自动化生产 通过在植物生长的每个阶段 监测生长环境的数据 可以根据不同的阶段 提供相应的光照和水分 使多肉植物更好的成长 这样 多肉植物的生产效率将得到提高 并且可以为行业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综上所述 阿里云发布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 将为多肉植物行业带来更多的机会和便利 通过智能化监测和控制多肉植物的生长环境 可以保证它们的健康成长 同时 也可以在智能家居中 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多肉植物行业也可以借助这项技术 实现自动化生产 提高生产效率和商业机会 阿里云发布IoT消费电子应用引擎方案